读音为串 可能是540书文部手中最复杂的一个字型了吧 上半部分可以先中间后两边 这两边很明显 还是两只手 这个布白同样需要密布透风 非常紧凑 下边先写这笔 然后搭接 不需要太长 略带弧度 这里边呢 先是一个林字 或者说是两个木字 不能写太长 注意宽度 一左一右 同样需要紧凑一些 两个大小要一样 下面这位置呢 还是左右对称的 两只手的这个结构 然后最下面 其实是一个火字 很复杂 笔画特别多 所以呢 我建议初学的朋友呢 可以把它放在后边学习 不一定完全按照自己的顺序啊 我们应该有简入凡 那么这个字型很有意思啊 它的读音为串 平声音 其实它就是烧火做饭的意思 两只手把这个结构 代表吹锯 放在火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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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